关于钓鱼岛的争议呢 日本方面的动态也是各界正在密切观察的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到日本 那么VOA卫视驻东京的特派员小玉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小玉你好 东宁你好 想先请小玉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政府这两天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动作呢 小玉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也就是星期三下午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东京都申请要登陆钓鱼岛 已经被政府受理了 那么至于日本政府是不是批准东京都登陆钓鱼岛呢 目前还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呢 这个东京都呢准备要在一个星期之内 希望政府呢给一个准确的回答 那么他们准备派遣东京都政府官员 还有这个自然保护的专家 还有这个不动产的就是调查这个地理的这方面的专家 大概十个人左右 而东京都还准备呢 这个租赁一艘2000吨左右的船 到钓鱼岛进行这个调查 那么他调查的目的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这次钓鱼岛争端升级的一个理由 也就是东京都打算购买钓鱼岛 好的 那么他就说为了 那么刚才小玉介绍 为了购买这个钓鱼岛 东京都的一些最新的动作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产经新闻报导了 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跟日本的自卫队 将在今这两天开始呢 一直到9月26号举行一个 针对岛屿作战的这个演习 大家也很关注 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小玉 好的 这个联合军演呢 已经从新线昨天已经开始 那么到9月26号 这次军演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这个军演目的呢 是在岛屿进行的岛屿防卫为目的的 这样一个联合军事演习 在关岛和另外一个岛屿进行 实际上呢 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呢 只派遣了40人 而且这个防卫省呢也说 我们这次军演是时间安排好的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是日本的产经新闻却报导出呢 防卫省一位官员说 实际上这次军事演习的目的呢 就是以被中国占领的钓鱼岛 要夺回这个钓鱼岛为目的的 这样一个假想的军事演习 所以呢 这个军事演习到9月26号 应该受到他们的关注 好的 小玉我们知道 这次的钓鱼岛争议 不但对这个中日的关系 形成了一些影响 有一些交流受到阻碍 另外就是日本跟韩国之间 最近也因为这个独岛 或是主岛这个事件 引起一些争议 想请您综合 跟我们分享这个原因 为什么最近 这各方好像在岛屿争议上的 这个冲突升级呢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小玉 是的 这个现在日本受到了 邻国 中国 韩国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一些争议 这个逐渐升级 这个首先我们从这个 钓鱼岛争端升级的背景来看 就是有许多专家 我们听听了他们的意见 就要有这样一种分析 就是说 目前中国和日本 互相都在猜疑对方 猜疑什么呢 就是认为在钓鱼岛的 这个政府的立场 可能有所变化 也就是说 原来两国都是 坚持所谓的 搁置争端 那么现在日本认为 中国在经济力和军事力的 这个不断增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有可能动用武力来夺回钓鱼岛 因为钓鱼岛目前是在 日本实权管制之下的 那么中国方面 也认为日本 这个特别是又购买钓鱼岛 或者是国有化的这样一些动向 认为日本则是要放弃 所谓的搁置 搁置争议的这样一个立场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呢 从日本的这个 自己的立场来看 日本有些观察家 分析家认为 日本在经济上 经济规模已经落在世界的老三 第二是被中国夺走了 那么随之呢 它的政治影响力 也在逐渐的下降 所以他认为呢 像俄罗斯 像韩国 还有中国 对自己国家 做出的这些非理之举呢 是出于这样一个背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小玉 从东京为我们所做的 连线报道和深入的分析